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执着之为耳 望处一分 真便信一分 何须别秘真也 所以这个真不要求 今上也在给我们讲 我们修行的目的是要真心 没错 真心这个念头绝对没有 不必去求它 望去掉就是真 再要加上一个真的念头 这个真你永远得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上有虚望 望就是障碍 你明白这个道理 念佛求一心不乱 有一些同修 念佛就是求一心不乱 念了好几年了 遇到我就问我的法师 我念了这么多年了 那一心不乱还是得不到 我就老实告诉他 你这一生没指望了 他说为什么呢 你那个心里头念阿弥陀佛里头 还有一个求一心不乱的 望念夹杂在其中 你怎么可能对心不乱呢 你真想对心呢 只要念到功夫念到家了 水到渠成 自然就成就了 不能有一个望念夹杂在其中 古德为我们说 念佛最忌讳的就是夹杂 有一个求一心不乱的这个念头 就夹杂 这个不可以的 要记住 除望就行 金刚经最大的好处 它不叫我们在枝枝叶叶上处 它叫我们在根本上处 根本上处了 所有一切枝叶问题 全都解决了 根本在哪里呢 空有两边不住 这是根本 断卧 断卧是像的 是四是像的 修善 那个善也是四也是像的 断卧修善 不住空 这就不执着空 虽然天天断卧修善 不分别断卧修善 不执着断卧修善 心地干干净净 不住油 他教给我们 从这个根本上下手 这个是 其他法门里头没有的 所以他的成就 那么快 那么高 道理就在此地 就像我们 这个佛视线 就是举例给我们看 穿衣 天天要穿衣 天天要吃饭 从穿衣吃饭上 就粘便不住 就修金刚波罗 你以为金刚波罗 在哪里修 二性不食 穿衣吃饭 就是不食 穿衣吃饭 就是令一切众生 入乎于涅槃 而灭头之 你们听到这个话 莫名其妙 怎么穿衣吃饭 就是令一切众生 入乌云涅槃 而灭头之 因为穿衣吃饭 是两边不住 两边不住 那就是令一切众生 入乌云涅槃 而灭头之 道理在此地 这个是金刚经的深意 金刚经的精液 精华 如果是顿根 是粗血 它也有情意 潜意 是什么呢 给大家做一个榜样 世尊出来 衣着穿得整整齐齐 很有礼貌 很有威仪 做个样子 给大家做个好榜样 吃饭 规规矩矩的事 吃饭的好榜样 换一句话说 教给我们怎样做人 怎样与社会大众相处 这是潜的意思 很潜很潜 潜处有身 深处有钱 这个前面都说过了 都跟大家讲过了 所以这个金 尘度浅的 看到钱 也得利益 尘度深的 它也得利益 等着菩萨 多这个金 它还是得利益 能够帮助它 破最后一瓶无名 真的圆满菩提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读尽持节修福 为能生心 般若赐云正知会 而会从定身 定有戒尘 愚开振智 彼因持节 持节这少语之足 修福彼身心因果 能生信心 幸违入道之门也 这在总结里面 把这个大义都为我们 说出来了 这个地方 我们读的时候 印象更为深刻 福 福 独尽 淡淡 尽别 持节修福的人 对于 对于世尊在金刚 剥弱会上所讲的 他能够相信 这个道理与事实 前面都说得很清楚 很透彻 在这个时代 真正能够受法 心底善良 我们一般人讲的 天性 在佛法里面讲的 善根 真的 佛说过了 这个人的善根 非常深厚 过去生中 已经在 无量诸佛如来 出 众诸善根 无量诸佛如来 这才知道 这样深厚的善根 在这个乱世当中 这样强烈的诱惑 他不被诱惑 他还是老实 还是善良 善根 太深厚了 对于 佛的这个法门 他一听 就欢喜 就相信 这个听到 欢喜 相信 也是过去生中的善根 过去生中 听过 读过 为什么还落得 今天这个样子呢 我们诸位 都是深厚的善根 为什么今天 还搞得这个样子呢 一句话 没有法院求生进度 想靠自己的本色 来修 怎么修都出不了轮回 这个麻烦就出在这里 一定要觉悟 我们过去生中 曾经清净 无量诸佛如来 这样的善根 如果要是回心求净土 早就做佛 做菩萨了 哪里落得这种地步 这是我们要觉悟的 这是我跟大家讲的 四十的真相 对于尽忠法门 能够生信心 是不容易的 我们在无量寿经看到 二十一王子 那一批 一个小团体 五十多个人 佛说过 他们这个小团体 那些同修们 过去生中 曾经供养 四百亿佛 那个数量很大 四百亿佛 听到佛 讲无量寿经 生欢喜喜 心里头起了一个念头 希望我将来成佛 也像阿弥陀佛一样 但是怎么样呢 还没有发心呢 求往生 还不愿意往生 你就想到 过去生中 供养四百亿佛 求往生这个念头 都振不起来 然后你才知道 今天听到净土 发门生欢喜心 就想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你的善根 必定超过二十万次 也就是说 你过去生中 清静供养 祝佛如来 不止四百亿 你这个念头才生得起来 所以你们一些同修 想把这个发门 介绍给别人 别人不相信 你就是愁眉苦脸 你不晓得这个道理 你劝他不相信 佛来劝他 他也不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呢 他生根不够 所以一个发愿往生的人 那是什么人呢 马上就要做佛的人了 你仔细看看他像不像佛 做佛的样子 那个佛报多大 这无量寿经跟金刚经上都是这么说 过去生中 曾经清静供养 我无量诸佛 不是四百亿 我们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知道这个道理 晓得这个事实 想想自己听到这个法门 真的深欢喜心 自己很庆幸 我过去的善根福德 至少不敢讲无量无边 至少也超过四百亿 不超过四百亿 你怎么会动这个念头呢 你怎么会起个念头 要求生极乐世界 选择这个 这是有道理的 佛不是随便选择的 薄弱是正智慧 正锦别里面没有邪智慧 纯正无邪 慧从定神 持戒修福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老实人 老实人心比一般人要定 这个一定的道理 为什么呢 欲望少啊 没有喜求啊 生活能过得去 他就很快乐了 再多给他一点 他不要了 他嫌麻烦了 那个就自在啊 所以说定有戒神 戒就是守法 守规矩 一个人守法 守规矩 这个心里头就要定 于开正知 我们要想开 弓弱智慧 要从持戒下手 佛的戒力 要遵守 最低限度 无戒是善 一定要遵守 三福六合 一定要遵守 这个都是根本大戒 所以注意不要以为 我根本大戒提起来 就下的是五戒 不知道三福六合 是根本大戒 一定要知道 你看 世尊在观经上 跟我们讲的三福 末后的结论 说得很清楚 这个三条 是三世祝福 敬业真因 这两句话 不就是明白宣示出 是三世一切祝福的根本结 三世 三世是过去 现在未来 这就是一切祝福 敬业的真因 佛所以成福 这是他的真因 你说多么重要 一切祝福 一切祝福 修行成福的方法不一样 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无量法门 都建立在这个共同的基础上 这个基础就是敬业三福 我们要想往生不退成福 离开三福不行 要知道根本结 六合 你要说六合不是根本结 我们寿三归的时候 一定要念 归一身 众众尊 这一句 也就是为我们宣誓出 六合经是根本结 僧团 能在一切团体当中 成为最尊贵的 就是六合经 这个重啊 佛法里面讲重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团体 深的团体 深的团体 是世间 所有的一切团体里面 最尊贵的 最值得尊敬的 什么原因 他守六合经 守这六条街 所以我们今天讲 持戒 受罚 这个四条啊 都是顺 根本结 一定要做 无戒 舍善 三福 六合 这个四种根本结 你要不能受持 定会都不可能有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北马随 敬 Twigen 跟�fighter 相 implants 中国风 ob mini 徘徊 拘徊 不取受罚 取非罚 说非罚 解非 非 Mart 是从 都是错误 你执着有佛法是错误 你执着没有佛法也是错误 这个大乘佛法 诸位要是真正明白了 许许多多的疑惑都断除了 譬如说 在中国 在其他国家民族 有很多神话的传说 这些是事实还是虚构呢 一般人不学佛的人 很多人认为那是神话 所谓神话就是假话了 你懂得吧 神所说的都是假话 都不是真的 都不可以相信的 我们学了佛的人 相信 所以他跟我说的 我都相信 你说龙 有没有呢 有 我为什么知道他有呢 佛法讲的原理 佛法讲的原理 世出世间 一切法从哪来的 从心想生 从心想生 你心想什么 就信什么 那怎么会是假的 所以从向上讲 都讲得通 一切法从心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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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言经上 也说到 应观法界心 一切为心造 那个心造就是心想 他就先想 一切法从心想生 你要是懂得这个道理 懂得这个原理 所有一切疑惑的问题 全都解除了 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呢 当然有 为什么有呢 从心想生 阿弥陀佛想极乐世界 是否无量无边 横杀过度的众生 念阿弥陀佛也想极乐世界 那极乐世界怎么会没有的 如果没有极乐世界 华言经上 应观法界心 一切为心造 这两句话要删掉啊 大臣经上所讲 一切法从心想生 那也要删掉啊 这两句话 无论是哪一宗 无论是学哪一个法门的 这些大德们 都承认了 这是真理啊 所以说 静随心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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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也是静随心转了 身体也随心转了 所以诸位同修要想青春常住 健康长寿 心清静就得到了 用清静心 你这个生理的组织是自然的 是正常的 你有烦恼 你有妄想 把你的组织 把这个细胞的时候 破坏了它自然的组织 它就生病了 病是这么来的 所有一切疾病 连生死轮回 都是从妄想烦恼里头来的 你有妄想有烦恼 你怎么会不生病 你怎么会不老啊 这种运离 都说佛法上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 问题就是 你能不能生死心 能不能真相信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提供的 霖业 按赞 转发 打赞 转发 订阅 如是如是 因 果 是释出世间的定律 善因 决定有善果 悟因 决定有悟报 因果 报应 丝毫不爽 做佛 做菩萨之因 就是无度 能够空有两边不住 就能成菩萨成佛 这是从因到果 成了佛 成了菩萨之后 还是两边不住 骨车应远 从这个地方 我们又明白了一桩事情了 那就是佛法当中所说 佛法是不二法 诸位从真人看到了 因果是一 不是二 因里头有果 果里头有因 因果是一法 不是二法 把因果看作二法呢 你就看错了 所以佛法是不二法了 这个就是应该国 还国车应远 这八个字说明 因果是一法 这个第一大段 深信 我们就报告到此地 再看底下这个一段 一大段 第二大段 第二大段 这个课题 推善无助已开启 推是推广 善是说明 我们把这个展开来 详细地说明 帮助大家开悟 我信了 真正相信 以此为实 以这个为实在 真正相信 信了以后 要理解 由此可知 佛法里面讲的信 跟其他宗教讲的信 不一样 一般宗教里面 叫你决定相信神 不明白的 也不能问 神说的 那还有什么话说呢 佛法不一样 佛法可以打破砂锅 问到底 你呀 佛法不会怪你的 佛法是准许你问的 一定要叫你把这些道理 四十真相 全部搞明白了 那才行 有与你 与你修正上的障碍 所以解约太重要了 我们要清楚 世尊当年在世 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要是在《性解行政》里面 这个四个字里面 这四十九年讲经说法了 是在哪一个字呢 全都在解 这才知道解的重要 性了以后要了解 要明白 所以佛教的性不是女性 我们佛法讲正性 什么叫正性呢 理道理明白了 真相明白了 可见的这个性是有条件的 不是没有条件的 你讲得很有道理 你讲得很有道理 确实是四十真相 我相信得过 这有条件的 真心还不是真心 想一想一想有道理 但是这个道理 你证得了 我没有证得 四十真相 四十真相啊 你受用到了 我还没有受用到 必须自己亲自正得那个时候 亲自受用那个时候 那个性才叫做真的相信 可见得佛法讲性啊 分很多等级的 前面一大括里面 这一段 讲究实性 实性的标准 是要依教奉行 是要依教奉行 这一段 唯恐你还不能真正发心去做 这一段 唯恐你还不能真正发心去做 这才不厌其烦 再加详细说明 目的呢 希望你真地相信啊 真地能去照做 经文一开端 世尊举小臣人 小臣四国 来做一个 样子 做一个例子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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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时候啊 将这个史啊 就是衙门里面当差的 像现代的 这个刑警队 刑警队跟在你后面 绝对不是好事 你一定犯罚了 他要来抓你的 这八十八个了 烦恼 天天跟到你的 所以你就不自在了 你就没有办法了 不得不搞生死轮回了 原因在此 这是烦恼 我们通常 烦恼分为两个 一个是见解上的错误 一个是 这是思想上的错误 这个是属于 见后 见后 见解上的 三解 就是欲解 色解 无色解 总共有八十八种 所以称为八十八十 出国断境的 这八十八种呢 要是把它归纳呢 归纳为五大类 归纳为五大类 第一个是神见 一切众生 都把这个神当作我 这个是错误的见解 这个见解叫神见 那么从这里我们就了解了 出国之人呢 绝对不会把这个神当作我 如果你还把这个神当作我啊 保证你没有证到出国 如果你证到出国了 如果你证到出国了 你不会再把这个神当作我了 所以你要想一想 自己想一想 我有没有证过 不就知道了吗 还把这个神当作我的话 没证过啊 第二个是边界 所谓边界 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相对 比如我们经文前面所讲的 空有这就是相对的 邪正是相对的 邪正是相对的 真假是相对的 而我们确确实实 是生活在相对的世界 那爱因素坦讲的相对论 那个相对在我们佛法讲的边界 这个是错误的见解 第三种啊 第三种啊 叫戒去见 第四种啊 叫敬去见 这两种合起来啊 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沉见 某人沉见很深 沉见就是非常固执 他的看法 这个我们叫做沉见很深 这个也是很严重的烦恼 那么为什么分成两个呢 一个是因呢 一个是果 因上的沉见呢 我们就叫他做 戒去见 持戒是修贤之因嘛 这是因地上的 佛在经上举比喻受 这是世尊当年在世 印度 那个时候的确是 宗教之过 佛教以外 这个经典上记载 印度宗教 可以算是有名的 信徒都相当多的 有九十六种啊 九十六种外道 那是宗教 那是宗教 其中啊 有些宗教 是吃牛戒 吃牛戒是学牛 你看牛吃草 他也去吃草 牛给人家耕田 他也帮人家耕田 为什么他要学牛呢 这些人都是有修行人 都修定 确实有定功 他在定中啊 看到这个牛死了以后啊 升天 人死了以后啊 多善无闹 他一想的时候 牛能够升天呢 这很值得他去羡慕啊 去效法 他也想升天 于是他就学牛 你要告诉他 牛不是这样升天的 他不相信 他在定中 亲眼看到的 所以这个成见呢 就很深了 这一类的 就叫做戒去见 他是错误的 实际上 牛能够升天 是他前世 善跟成熟 不是这一生的 不是这一生的 这一生当中 做牛可以说 受古报而不造议 牛的心情很温顺 又吃草 他也不是吃肉的 替人耕耕 替人耕耕 付牢 他是在消业障 没有造业 能升天的 能升天的 前世的善因 前世必定修 十善也道 所以这一生 他的寿命完了之后 过去生中的善也 现前这样升天的 绝对不是吃草 根田而生天地 没有这个道理 这是举出这个例子 把这个因看错 不是这个因 以为是这种因 世间法律 与这个相类似的很多很多 我们一一要细心地去观察 去辨别 见去见 这个见就是见结之见 这是从古上说的 佛在经上也有比喻 譬如身体 有许多人认为 生到天上就究竟了 就永生了 这个见结是错误的 天人的佛报确实 比我们人间大的多了 寿命也长 比如 逃离天 这是古时候 这些印度门祭天 多半都是祭 逃离天主 我们中国人也不例外 中国人也祭天 我们中国人叫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就是套离天主 玉界第二层天 并不很高 佛告诉我们 逃离天人的寿命 一千岁 我们人间一百年 是逃离天的一天 逃离天人看我们人间 人活得很可怜 人活得很可怜 寿命就一天 一百岁才一天 如果是五十岁就走了 那就是半天 所以你说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天人看起来真可怜 时间实在太短太短了 那么逃离天人 一天是我们人间一百年 一年也是三百六十五天 它的寿命一千岁 那当然我们算起来 天文数字 那寿命是真长了 其实它的寿命并不很长 天有二十八层 这才是第二层 上面还有二十六层 越往上面去 寿命越长 譬如大家所熟悉的 弥勒菩萨 弥勒现在是菩萨 现在没成佛 将来要到我们这个世界来 视现成佛 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视现八向成道 成佛 什么时候来呢 他现在在斗率天 斗率天的寿命静了 他下身 斗率天在上面 他下身 到我们人间是下身 斗率天的寿命 四千岁 他是倍一倍增长的 你看 逃离天寿命是一千岁 逃离天上面是叶摩天 叶摩天的寿命呢 就两千岁 是这个 逃离天的一倍 再往上去 斗率天 斗率天呢 又是叶摩天的一倍 四千岁 那个时间的时差也不一样 我们现在讲时差了 时差也不一样 我们人间四百年 斗率天一天 弥勒菩萨那个地方 一天呢 是我们人间四百年 人纵然活上一百岁呀 假如斗率天也是以二十四小时计算 一百岁的寿命在他看见六个重点 五十岁嘛 三个重点就完了 这些跟大家讲的都是四十真相 你想 我们 这个 这个 斗率天呢 一天是我们人间四百年 一年也算是三百六十五天 四千岁 他要什么时候到我们世界来成佛呢 迷乱下神经里面讲啊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这个年岁啊 就是这样算出来的 菩萨从斗率天下降到这个世界来成佛 是我们这个苏婆世界行界第五尊佛 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 这个要知道 现在有很多人说 释迦牟尼佛已经退位了 迷了佛掌天盘了 这个说法 你能够相信吗 没根据啊 我们讲说东西要以佛的经典做根据 在佛经典上没这么说法 没这个说法 实实在在讲 以这个涛利天的人来看呢 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灭度到现在 时间不长啊 以涛利天的算法 玉皇大帝的算法 他们一天我们人间一百年 释迦牟尼佛灭度外国人的算法 两千五百年 二十五天哪 哪有这么快啊 弥勒菩萨就下来了 没这个发展 是讲不通的呀 必须要明理 就不会被人家这些说法了 你就动摇了 今天上所说的都是真实的 所以这个是说于错误的见解 所以叫做见却见 非果即果 不是真正的结果 把它当作结果 这个是错误 真正不生不灭 真正永生 只有在佛法 佛法里面讲的菩提涅槃 那才是真正的果报 那就没错了 陌后一个叫邪见 邪知邪见 除了上面这个四种之外 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 包括在这一类 所以八十八十啊 可以分为五大类 出国这个五大类 通通断掉 换一句话说 他知见正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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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我们眼跟对的叫色尘 眼跟对的是色 眼所见的通通叫做色 用这个字来做代表 眼所见的都叫色 耳所听的都叫深 都用一个字来做代表 怎么个入法呢 我们看到这个花 花是不是真的入进去 没有啊 你会入进去 明明花在外面 没跑到我们里面去吧 怎么会入进去 实为分别 这个是实 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起什么作用 分别的作用 这是人 那是乌 这是花 那是叶 分别的 是第六意识 执着是第七识 第六识 只管分别 它不执着 第七识执着 摩纳执着 分别的 分别 那个病很轻 执着就严重了 所以 世尊教给我们大家 云后降伏其心 不执着 我们的妄心 就不会有很大的欺负了 一切法都不执着 那就对了 今月不如 入流着 而无所入 这句话的意思 小助理说明 明了啊 明了它 把情识离开了 不执着了 情识就是第六意识 第七识 换一句话 它能在境界当中 不分别 不执着 不执着 这个就叫做入流 实际上 哪有所入呢 能入所入都没有啊 叫它做入流 因为 祝福菩萨 身闻缘求 对于一切法都不执着 它也不执着了 圣人之流了 这么个意思 如果我们也不执着了 说老实话 我们念佛求成净土 比这个虚拓环功夫高多了 弥陀地词 那不一样啊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欢迎订阅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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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称为一往来 然其心中 十五往来之下 它确实天上人间的一次往返 他在天上不着天人之相 他到人间不着人间之相 着相才有往来 不着相哪有往来 那么由此可止 往来是从分别执着上 所信的这个境界 离开一切分别执着 你往来了不可得啊 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念佛的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两边都离开了 都不执着都不分别了 那就是古人所讲的 身则决定身 去则实不去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相当高的境界 一般人的确很难体会 所以我在讲经的时候 有的时候引用现代科学来做证明 现代科学家知道 这个空间是多元次的 不是一个单纯 像我们人 这个居住的空间 所以三度空间 那么爱因斯坦发现的 还有四度空间 还有五度空间 现在科学家 证实 是有十一度空间 实在是空间是无限度数的 不止十一度 十一度就很难想象了 所谓身则决定身 去为什么拾不去呢 空间的转变 空间转变的样子 实在是这样 就像我们看电视 频道的转变 我们这个频道看新加坡 按一个牛奶个频道看美国 美国就现前了 美国有没有来了 没来 都在这一个画面上 很印象了 这个意思 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换频道而已 所以叫师父去换频道而已 真的喜欢极乐世界 先前了 苏佛世界不见了 真的喜欢世界先前了 二国圣人 他这个天上人间一往来 实在讲就是这样的境界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频道 他的心很清晰 从来没有分别 我来不来 没这个念头 他在四餐厅 在那个地方 修行 所以我们在佛经上 仔细去观察 师尊为我们说点 这个三界六道 反圣同居图 非常明显的 有三处 第一个呢 四餐 四餐一共有九天 其中呢 其中呢 有五天呢 都是这些 声闻 他们修行的道场 所以四餐是 凡圣同居图 凡福天呢 有四天 这个圣人的时候 有五天 总共是有九成天 另外一个地方呢 就是斗帅 斗帅天呢 是凡圣同居图 有内院 有外院 外院是凡夫 内院是弥勒菩萨 所以这个 斗帅天呢 是凡圣同居图 缓有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地球 也是凡圣同居图 确实 有菩萨 有罗汉 有原觉 在我们这个世间住 也住在这个地球上 这些圣者 我们见不到他 他也不愿意见我们 虽然住在一起 彼此不相识 有缘的人 特别有因缘的人 偶尔会遇到 像诸位 常常拜餐 你们拜这个水餐 四杯三杯水餐 那个里面有个故事 加诺加尔加尊者 是个摩洛汉 他的道场 在四川 误他过世 害了人面穿 他是皇帝的老师 国家有名的这些大夫 都看遍了 没有人能把他治好 以后想起了 他在早年遇到一个人 曾经告诉他 你有极难的时候 将来你来找 告诉他 他在四川某个地方 在一个山上 山上有两棵树 你到那个树旁边 去叫他的名字 你就会找到他了 他果然找到这么个地方 真的有两棵树 在加诺加尊者 道场写出来 尊者是摩洛汉 用这个慈悲三杯水 给他洗这个窗 愿解解除 他好 离开的时候 没走多远 回头一看 没有了 一片荒山 证明 真的我们这个世间 由摩洛汉去住 我们看不到 他有他的宫殿 他有他的道场 这是《慈悲三杯水餐》里面记载的 决定不是假的 物达各司 不会打妄语 不会骗我们的 另外一个 我们进途中 第四代的祖师 法赵大使 法赵大使 早年在恒山 南若 湖南的南若 他出家修行 心地非常之好 有一天早摘 早晨吃猪 那个时候过堂吃饭 出家人都用波 波里面盛的是西饭的猪 他们正在念供养咒 供养咒念完准备吃饭了 眼睛一看那个波 波里面现得有像 就像电视一样 现了画面 他仔细看 看得很清楚 看到里面有金碧灰红的 大的这个寺庙 那个山啊路啊 都看得很清楚啊 很明白 看了很久 以后没有了 这个像没有了 他吃完饭之后 就把这个事情呢 给一些同餐导友 几个比较要好的人呢 告诉他他看到这个像 结果有人就跟他讲 他说你所讲的这个 好像是五台山 于是他就发心 去朝五台 五台山 文容书和他去到场 他一到五台山呢 很熟 果然跟他看得是一模一样的 那个路什么的 他都很熟 他就寻着这个路去找 找到了 大圣 就是他在这个坡里 就是他在这个坡里 都是看得到的 他就进去了 文书菩萨 普贤菩萨 在那里讲经说法 有两万多人围绕着 在那里听经 他这个作息 大概都是这样 前面一排人都不愿意做 后头都做完了 他后来的没地方做呢 就到前面来做了 所以居立文书菩萨就很精了 菩萨讲经完了之后 他上前请教 末法时期 众生业障很重 修哪一种法门 容易成就 文书菩萨就教给他 修念佛法门 念哪一尊佛 念阿弥陀佛 文书菩萨自己念了几身 教给他念 他就学会了 以后离开大神主灵司 语言图想做做记号 下一次来不要忘记 结果回头一看 荒山一片 到场没有了 这才知道 文书菩萨真的在 无态山 无云的人见不到 他的宫殿是七宝宫殿 菩萨的宝叉了 法照本来是参产的 以后专修念佛画本 他在文书菩萨 那个地方学的 这个念佛的强调 于是提倡 无慧念佛 所以人家也称他叫 无慧法司 就是乘法照的 是我们进度宗四座 但是诸位要想的 现在呢 我们也听到有录音带有五会念佛 这个谱子是民国初年 民国二十几年 也是一位法司 我记不清楚了 是一位法司写的 那这个法司懂得音乐 写了一个谱 取这个五会的意思 那么这个乐谱啊 我是1977年 在香港讲经 在谭学老法司的 中华佛教图书馆里面 看到的 看到有几本 已经很旧了 几十年前的东西了 我看到也很欢喜 我对音乐不太懂 但是看到很欢喜 因为我知道 法照禅寺这个故事 看到这五会念佛 我就把它带一本回台湾了 在台湾就翻印了 翻印了也印得很多 以后我们台湾有一位法司 法整法司 跟我同届 年龄比我大一点 他懂音乐 没出家之前 喜欢唱歌 懂音乐 以后呢 他在中立元光佛学院教书 就拿这个谱子 去教他们唱 所以他们唱一段时期之后 就落了一个带子来留他们 这个带子我听了一听 我感觉的不是 是法照禅寺所传的 为什么呢 这个佛号念的 最要紧的 念的心要定 要把自己的清净心念出来 这是正确的 他那个神调 这个无会念佛的神调 很好听 像唱歌一样 不能叫我们定心 那么换句话说 那就 就 就 对修行没有帮助 我们要修清净心 我们要修一心不乱 那个神调 没有办法达到一心不乱 但是有好处 当作音乐表演呢 可以借银 出击 很好 借银出击很好 那就很有功德了 真正修行 不行 那个神调不行 真正修行 诸位一定要细心去体会 这个神调能叫我心定下来 能把我的一些妄念统统念掉 那才有用处 那才有用处 所以这个种种念佛的这个音调啊 我们仔细去观察 哪一种适合于自己 像现在我们用做了不少啊 这个念佛机 念佛机里面这个神调呢 大概是台中联神 李炳南老居是那个地方的念佛神调 所以这个神调呢 很单纯 四个字 阿弥陀佛 听久了啊 确实心会定下来 那么这是说明 凡甚同剧统 我们这个世间 真的有菩萨 有莫罗汉 住在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凡夫不认识 凡夫也见不到 而这些甚者 常常会化身 在世界 与佛菩萨有缘的 可能你就遇到了 虽然遇到 你也不知道他是菩萨 他也不会告诉你 我是什么菩萨 他不会讲的 这个事情有 我有一个老师的太太 在抗战期间 我念中学的时候 我们校长的夫人 周邦道 周老师的夫人 胜利以后 他住在南京 在南京 遇到地藏菩萨 那个时候 他还不信佛 地藏菩萨到他家 他跟他华相友 也不多 好像只华 是五金相友 他没有给他 以后很后悔 他没有给他 那么地藏菩萨就走了 走了之后 他突然想起来 那个时候 他住的一个院子很大 庭院很大 院子外面有大门 当中还有二门 到里面住家的时候 是第三个门 门都是关的 所以他突然想起来 说 这个和尚 他说他是九花生来的 走了以后再想起来 他怎么来 门没有开 他突然走了 也没有人替他开门 没有看到他开门走 所以这个疑问 时钟他就不接 就是生平 遇到这么一段怪事情 但他真的 他不是做梦 是白天 一个出家人 从九花山来的时候 给他华相友 所以以后到台中 他学佛了 把这个事情 问李老师 李老师就告诉他 地藏王菩萨 他才晓得 地藏王菩萨化身来的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可能就会遇到佛菩萨 但是不知道 还不晓得 佛菩萨非常慈悲 常常照顾我们的 我们不认识 这是这一个世界 要反善疼居图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国与四禅体 尽端竟是进步 再往前推进 向上推进 端上二戒 就是色戒跟无色戒 色戒四禅 无色戒四天 这一面总共八层 每一层里面有九瓶烦闹 四戒 九八七十二 这个七十二瓶货断尽了 那么色戒的阴没有了 无色戒的阴也没有了 再出了三戒了 这样超越三戒了 辩证无神法人 这个是真的不神了 不会再到六道里面来轮回 这个六道里面的生死没有了 所以说真的 震了无神了 震无神法人 不受后有 这个后有就是什么 死了以后还要投胎 那就有了 摩罗汉没有了 我们很麻烦了 死了还要投胎 你看地藏经上讲的 顶多七七四十九天 又去投胎去了 你要明白这个真相 你就要晓得 千万不能死 死了就不得了啊 这个麻烦才真大 这是真的 实实在在的 我们学佛说实在话 目的活在呢 不死 能做得到吗 能 念佛往生 往生不是死 有很多人误会啊 以为念佛人都是求死啊 这大错特错啊 这个误会太严重了 所以有很多人不敢念弥陀金 只念弥陀金 弥陀金是送死的 这个是很大很大错误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主要知道 何者确定 没有说是死了去的 活着去了 没死啊 你是活的啊 你没有断气啊 你的头脑很清楚啊 眼睛也看得见 耳朵也听得见 嘴巴也会说话啊 那哪里叫死人呢 临终的时候 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 佛报大了 佛报大了 就是领走的时候身体很健康 这是佛报大了 但是他头脑清楚 大家给他念佛 他祖念 他也跟着念佛 临走的时候 别人以为他嘴巴在动啊 他念佛走的 其实最后那个嘴巴在动 不是念佛 他是告诉大家 佛来接引他 他要走了 嘴巴在动 没有声音 没有气力 说不出来 是这样的情形 是这样的情形 我们在台湾 台湾这个四十年当中 念佛真正往生 最保守的古迹 也在五百人以上 这个是真正难得 这么一个小的地方 这么短的时间 这么多人 哇塞 那其中站着走的 台南将军乡的一个老太太 这个事情 是民国四十七年的事情 不是四十七年 五十七年 我是五十八年在佛光山 跟新云法司在一起 我帮助他 那是头一年的事情 就是五十七年 佛光山那个时候 刚刚开山了 那一块空地 只有一栋建筑屋 就是佛教院 最早的就是一栋建筑屋 佛光山的功臣 一年到头都没有中断的 所以有长工 包给他们做的 有长工 其中就有一个是 将军乡的一个功臣 我有一天晚上 带着大概有二十几个学生 月光很好 我们在树下赏约 在讨论这个过程 这个工人呢 走到我们的圈子来了 我们也欢迎他 你来听听佛法也不错 他坐下来之后啊 他给我们讲佛法 我们洗耳供听了 听他说 讲他的邻居 老太太啊 往生的瑞相 在这个老太太 一年前 这个老太太不认识字 心地很好 非常自卑 也不懂什么叫佛法 佛也拜 神也拜 徒弟公也拜 到处都拜 三年前呢 他儿子娶了个媳妇 媳妇懂得一点佛法 就劝他 不要去乱拜 在家里面 专拜阿弥陀佛 专念阿弥陀佛 求生净土 这个老太太很难得 他听他媳妇的话 果然就在家里啊 就老是念佛了 念了三年 欲知是知啊 不过他 他没有跟家人说 那么在死后 我们想一想呢 可能跟家人说 家人会阻扰他 所以他不讲 那天晚上吃晚饭 他们这个儿女啊 非常孝顺 他就交代他家里人 他说他要洗澡 你们先吃饭 不要等我 家的人说 饭开了 还是等他 等他等了很久啊 没出来 到里面去看看 确实洗了澡 叫呢没有声音 他家有个小佛堂 老太太洗完澡换了衣服 穿了海青啊 在小佛堂里面 手上拿着念珠 面对着佛像 站着呢 叫呢不答应 仔细一看呢 死了 往生了 站着走 在小的 这个老太太 欲知实之 不告诉家人 没有人干扰她 自自在在往生 那个工人给我们讲了一个多重点呢 劝我们要念佛了 念佛往生是真的 我亲眼看到的 实在实事 不是假的 念佛往生进度 那么大概在 这个恐怕还不到十年 顶多十年前的样子 美国究竟下 这个事情是干老局司告诉我的 是他的亲戚的朋友 也是很熟的人 一个老太太 那么在美国 老人呢 很寂寞 美国地方大 出门没有车 决定不行 老人在家里 不会开车 就坐家司 照顾家庭 这个老太太 也不例外 照顾自己的儿子媳妇 照顾孙子 在家里烧饭 洗衣服 做这些架司 每一天早晨呢 那早饭都是他烧的 这一天呢 他这个儿子媳妇 他这个儿子媳妇 起来的时候 没有人 他这个老太太没上班 就感觉到很奇怪 今天老太太 起来这么晚啊 这么晚还没起来啊 就去敲他的门 门也打开啊 老太太盘腿 坐在那个地方 叫他也不答应 他一看呢 往生的 不知道什么是往生的 坐着往生的 这个老太太很有趣 他床上旁边呢 摆了也好几套的衣服 校服 儿子的媳妇的孙子的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做的 通通做好了 都摆在旁边 还有遗嘱 老早写好了 摆在旁边 欲至实至 这都没有人看见呢 大概是 家人上班了 小孩上学了 他在家做这些校服 连那个后事 他都自己准备好了 都是念佛往生的 所以这种情形 至少三个月之前 就晓得哪一天走啊 他才有这么多的时间呢 去做衣服啊 不可思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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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慰意识这些事情 实在讲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啊 谭徐拉帕斯在这个念佛论后面说过 站着走的 坐着走的 欲至实至 不生病的 他一生当中见到二十多个人 听别人讲的 那就很多了 那就都不论了 亲眼看到了 二十多个人 那么像在台北 这个黎基华居士 那个黎基华居士 那个也很不可思议 黎老居士八十多岁 他大概是两个月以前就知道了 知道自己哪一天走 所以星期假日啊 就看看朋友 见最后一次面 他也不告诉人 走的那一天 他们这个念佛团聚会 聚会大家在一块念佛 一支香跟大佛齐一样 当中呢 讲开示 请他老人家讲开示 通常开示 讲半个小时 他那一天高了醒了 讲了一个半整 一个半小时 肯切地劝大家念佛 讲完之后 向大家告辞 我要回家去了 人家认为他八十多岁 讲一个半重点 讲累了 他回家去了 下了讲台 讲堂个壁就是客厅 他在客厅沙发上一坐 往生了 你看看 往生之前 讲一个半重点 音声洪亮 那么有一点改变 下台说走就走了 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 这哪里是假的呢 不信呢 那真理叫没福啊 这个法文是山根福德因缘 你不相信是没福啊 世间是假的 一场空啊 唯有念佛求生净土 这是真的 真的不相信是假的 你就愚痴到了极处了 这说明说不受后有 真正能往生就不受后有了 以后 这个六道生死轮回 再也没有了 永远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 这个才叫大丈夫 这个才叫英雄好汉 啊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一切平等 有不自事故能无尊 反而是有真值 一定是执着自己的成见 自以为是 两个人都自以为是 这才真值 你以为是 我不自以为是 这就没事了 你争我让了 那就争不起来了 所以打架 两个队打才打得起来 一个打一个让啊 打不起来啊 吵嘴也是如此 两个人对骂才很热闹啊 一个人骂 一个人不吭气的时候 他就不会骂了 那么由此可止 打架的人 吵架的人 两个人程度一般高啊 一个高一个低 吵不起来啊 程度高得会让啊 吵不起来啊 这个要学 学会了啊 你一生都很幸福啊 所以你要跟人家吵的时候 你自己要生惭愧心 怎么样 我跟他一样的 又不一样 怎么能吵得起来 我们小时候念书 现在学校跟从前教育不一样啊 现在民族自由啊 学生对 老师对学生很客气啊 我那个时候念书 老师很尊业 学生犯过失 提法了 打手心啊 发贵啊 两个同学吵架了 两个人通通发贵 我们做学生 心狠不服气 明明知道这个同学有理 那个同学没有理 为什么两个一起发贵 到以后学佛才明白了 两个一样 发得对 一点也没错 如果一个真的好不好 都会让嘛 不会闹气 吵不起来的吧 所以一定是一样的 两个都发 绝对真求 才想到老师没做错 我们想错了 我们有偏见 老师做的是对的 所以 由不自是 这个一句话很有道理 不要自己以为是 不要自己以为很能干 不要自己以为很聪明 都是朝日是非 都是朝日麻烦 在现在社会里所讲 你保持一个低自视 好啊 不要跟人相争 尤其是学佛 从哪里学起啊 于人无真 于事无求 无真无求啊 这一切就放下了 一切就不知足了 念佛往生没有障碍了 念佛不能往生 就是因为你还有真 你还有求 有真有求 吃亏的是自己 亏吃大了 不能往生 继续不断的 搞六大轮回 你说这个麻烦大不大 这个亏吃大了 所以心要学无真 吃佛提真德 与一切人事物都不争 事正赞叹他 标榜他 就是叫我们缺他 用意在此地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原此三昧 所以成哲 这由于人我是非之相皆空而 他为什么能得到无尊三位 四相断了 所以能够忍 世间人不能忍的 世间人没法忍的 他能忍 世间人何以无法忍呢 因为有母 有人 有众生 有受者 那你就没法子了 佛菩萨 阿罗汉 为什么能忍呢 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你骂他 他绝对不会答复你 为什么呢 他无母 你骂谁啊 你骂了半天 他无母 他没有接受啊 我们这人家一骂我们马上就生气了 为什么 他的一骂我马上就受过来 就接受了 很快就接受过来了 他就有反应了 那个阿罗汉无我相啊 他的一骂都落空了 没人受他的啊 你细细想这个道理 如果从今之后 再有人骂你 你马上就生气了 你就想想 怎么我就接受了呢 那个接受应当受好的啊 不好的不要接受啊 要赢了啊 真有功夫的人 好的赞叹 恭维也不接受 这个心在境界里 保持清静 辱辱不动啊 那才叫高端的功夫 这个识应当要学着 所以 那个真正的 四十的真相啊 人家四相都空了啊 四相都不执着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叹 他的心是自忘其在定体 自为立三昧杖 乃真得无尊 真得三昧 故称第一立于阿罗汉 这个里面有两句话很重要 自忘其在定 这个定很深地成定 像世尊在楞严经上讲的 九次敌定的 阿罗汉所等的 九次敌定的 而忘其在定 他不像四禅天他们所得的禅定 四空天所得的禅定 因为他执着 我得出禅了 他就生出禅定 我得二禅了 他就生二禅定 尊者已经得第九定了 他没有说他得定 所以他还在人间 跟我们大家混在一起了 他真的得定了 并没有执着在定上 由此可知 世间禅定 四禅八定 四相没破 我得定 有我相 我相的对面是人相 人相的对面是众生相 众生相相相续不断是受这相 受这相相长时间相续不断 四相具足 所以他出不了三界 不能得胜过 我就是用的 执着有四相 虽然得第八定 比不上一个虚头 道理再次低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就是我们所修的法门 认真修学 心里面干净 不以为 我修得怎么样了 不可以 有这个念头 有这个念头 着想了 即使正古 也要像圣人摆得这个例子清楚 他自己并没有说他正古 我们说他正古 他自己绝对没有这个念头 我正古 我得什么法了 每种念头 也有这个念头 四相具足 这叫第三类账 那么由此可止 世间的四禅八定都有账 他住在这个定里头 那就叫账 他把这个法也空掉了 他把这个法也空掉了 国也空掉了 账没有了 这叫真天 得不曾三位 所以世尊赞叹他 成为第一利于沃罗汉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作业得念在四相具足 所以有得的这个念头 再轻微的念头 四相具足 四相若具足 不但不是菩萨了 小乘四国也不是啊 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啊 从前我们都经干净 若菩萨有我相人相 中三相受摘相 既非菩萨 他不是菩萨 那那是不是沃罗汉呢 是不是徐托幻呢 现在我们明白了 连徐托幻也不是啊 何况是菩萨呢 你才想的 反圣差别在哪里 反复着相 反复着相 不从佛罗汉 我们在相上看 不从性上看 性上看的是令达别论 从法相上看 但天王 逃离天主 大凡天王 那个佛报之大 好像他们没法子能比 我们在前面也曾经读到 如果论福德信呢 那当然 他是甚 他四相都离了 他的福德 实在上讲呢 是五量福德 不是大凡天王啊 能够跟他相比的 大凡天王所得到的 是福德相 不是福德性 这些圣者们 他们所证得的 是福德信 所以福德 实际上讲呢 不可思量 这个是真实的 有所得了 你一样也没得到 这个话大家听了 懂不懂呢 没有得 这次叫得到 得到了 可没有得到 这是什么话 这次叫得到 这个话 叫我们听起来 迷迷糊糊糊 这简直颠倒了 如果前面 你要都听懂了 你就会颠倒 你就认为 这个话说的 正确的 是对的 为什么说 有所得了 你就什么都得不到 这些道理 这些道理 都在《金刚经》的后面 我们现在还没念到 能得的是一个观念 能得的是心 心里有这个念头 我能得了 我们就说它做心吧 《金刚经》后面讲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你拿什么能得 所得的嘛 这是像 凡所有像 皆是虚妄 你所得的 你也得也不可得 能数皆空 你到哪里就得 佛给你讲真话 你反而不明了 说假话 骗你 你还挺相信的 你不是迷惑颠倒吗 为什么说 得而无其得 那就是真得呢 真的是心 真如本性 本来 本来具足万方 真如本性 真如本性 本来能生万方 你要是尽了 你要是尽了 那你就真的就得到 你一样都不缺乏了 我们都普门评 看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在虚空法界 无量无边诸佛插土 哪个地方有众生 心里想求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立刻就现身去帮助他 应一什么神得度呢 菩萨就现什么神 应当给他说什么法门呢 菩萨就给他宣说什么法门 我们听到了 这叫神通广大 这个广大的神通啊 就是他所得的 他怎么得的呢 得我无所得而得的 我们今天样样执着 以为有能得 以为有所得 这个能力是一样也没有 我们的病局在此地 就是在坚固执着 这一条从古上讲的 你真正明白了 你才会 把那个得的念头啊 放下来 这才能够 入圣人之流 入圣人之流 中文字幕称之流 如果 如果你所信的 你执着有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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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修布施 我持见 我修忍辱 那你就是有所信 那你就是有所信 世间善行啊 将来的三善道的果报 那不是菩萨了 必须要行无所信 要不要行 要行 六度都要行 前面跟主说了 认真努力啊 去修六度 不着空啊 虽行 若无其四 心里头 无 无其所行 若无其四 不但没有执着 连那个分别的念头都没有 这叫做菩萨行 所以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 菩萨行跟我们一般这个善行 到底差别在哪里 如果是论四相上来讲 可以说毫无差别 差别在用心里 菩萨的心是清净 反复的心不清净 有妄想 有分别 有知识 我们想到这个地方 真的好难啊 我们修一点点小布式 念念不忘啊 唯一恐忘记了 还要把名字刻上 你看看 这个道场里面 建道场 建一根柱子 它出了多少钱了 上头就刻它一个名字 唯恐忘掉了 桌相啊 做得多深啊 这印一本书啊 后头也要把名字印上啊 哦 某某人印的 我送的啊 这功德很大了 果然有这个心 有这个念头呢 那就错了 你所做的是人天的小善 如果没有这个心 没有这个念头 可不可以在这上 刻几个名字 提个名字呢 也可以 只要不着相就行 不着相 为什么还要有个名字呢 戒淫众生 这好事情 希望别人看到这好事 他能够跟着一起来做 这是菩萨的大悲心 如果他自己真的 那个名字上 唯恐自己啊 这个功德会丢掉了 将来没有人承认呢 那就坏了 那就错了了 那你就完全是着相 这个主要知道 所以你想想看 我们凡夫印一本经 后头一个名字 菩萨也可以一个名字 但是他不着相 我们着相 我们的用意啊 唯恐人家不知道 我们做了好事 那菩萨是 是希望别人跟进 他这个意思 用心呢 用心呢 完全不相同 所以 他的心是清净的 我们的心是任务的 理事都要搞清楚 然后知道 我们应当如何来学习 换一句话说 如何去过佛菩萨的生活 我们学这个经的目的 无非再次啊 希望我们改变我们 反复的生活方式 去过佛菩萨的日子 这个才叫没有白学 学了在真正的手用了 学了在真正的手用了 把地震无声发人 无声发了 即是真如实相 人 是通大无碍 不退之一 理智相敏 人可应此也 那么这个地方呢 也注意介绍一个名词 这个名词 在佛法里头 会常常见到的 无声发人 静中回向记里头也有 也常念到 什么叫做无声发人 人王经常告诉我们 正无声发人 在菩萨位上 三个阶段 七地 八地 九地 这三个为此菩萨所证的 叫无声发人 七地 下品 八地 是中品 九地 是上品 在渠其中 八地菩萨正无声发人 法是一切法 不但是出世间法 也包括所有的世界法 也包括所有的世界法 是法界 异正 庄严呢 都在这一个词段中 无声是不声 所有一切法都不声 法既然不声了 当然就不灭 一切法都是不灭 你能够把它证明了 证实了 那你就得不声发人 那你就得不声发人 我们看一切法有声灭 人有声劳病死 人有声劳病死 植物有声助一灭 矿物有沉助坏空 都是有声有灭 你哪一天能够看到了 所有一切法都不声不灭 那就恭喜你 你证得八地菩萨了 实在是七地就证得了 七地菩萨就证得了 如果还看一切法有声灭 这些纵然是菩萨也没到其地 也不是大菩萨小菩萨 这个是狭义的说法 如果广义地说 也就是说 把标准放宽一点 不要限制得那么严 这个七八九地很严格的 如果放宽来讲呢 语言叫粗诸菩萨也就证得了 语言粗诸菩萨 我们讲破一瓶无名正义分发生了 他也见到一切法不声不灭 但是没有八地菩萨见得那么清楚那么究竟 这个是不如八地 他真的是见到一切法不声不灭的 广义说 广义说 这个范围放宽一点 语言粗诸就真的 这一个进阶 就是摄像 摄像 摄像 华诸菩萨也 华语 法华 论也 都讲这个四十 所以诸位要在这些大经大论 不仅仅是要有相当的基础 一举大经大论 有相当羞耻的功夫 你对这种事情纵然没有贞得 在理论上 你会同意 不仅仅是要有相当的基础 确确实实 是讲得通的 一切法 从来就没有生 正如摄像 人 这个字 有同意的意思 佛说 一切法不生不灭 我点点头 同意 为什么同意呢 你见到了 确实是不生不灭 佛没想假话 所以他有认可的意思 有同意的意思 是通达无碍 不退以之意 他对这个事情通达明了 那么这个退时 退时 你承认的这个念头 也就是我现在是同意了 在过一个时候我想想不对 我都不能同意了 那就叫退心了 这个不退 这个不退的原因 他真的搞清楚了 真的搞明白了 所以他能够不退转了 理智相 理俗正 智是能正的 理是设相之理 智是实相之智 命名就是合一了 离智是一 不是二 这就是真的 到这个时候才真正 彻底均屋了佛法是不二法 不二法呢 就是一法 华言上说 一几十多 多几十一 都就是万法 无量无边之法 那是一法 实在说 华言经上讲的 一几十多 多几十一 这八个字很不容易体会 但是要入无声法人呢 就懂得了 那就真理明白了 人可硬吃 人可统一 硬是硬真 证明吃是报吃 就是不退的意思 对于佛这个说法 永远地承认 不会有所改变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文法诸相 文法诸相 这两个字的范围非常广大 我们不能把它局限在听经 我们今天在说 它范围很小 文法大概就听进了 实际上呢 六根接触六臣境界 都用这个文做代表 所以它的含义非常深光 用这个字来做代表 六根接触六臣境界都叫文 所以它的含义非常深光 六根接触六臣境界 你就着想 你就分别 你就执着 分别执着是生灭法 是生灭心 所以你的心中生灭未惜 你用的是生灭心 八地菩萨正的是我无身 生灭心 怎么能证无身呢 这不可能证 无身要用什么心呢 无身灭的心 你就证到无身灭的法 我们今天因为用生灭心 我们也证了 证的是生灭法 所有一切法都生灭 你们想想看 佛跟我们讲的根本的原理 向随心转 心有生灭相就有生灭 心没有生灭相就没有生灭 有生灭是假的 没有生灭是真的 有生灭是无常啊 无生灭是真常 生灭是妄心的 生灭是妄心的 假心的 你用真心 你就见诸法设想 你用妄心呢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就这么会死心的 这是讲的根本处了 那么这个生灭心 要怎样把它降伏啊 经干经不就讲这个事情 云和降伏其心 那个心就是生灭心 硬 云和住 我们怎样住到不生灭心里的去 这一步经上就是设这两个根本的大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这个修行就很容易了 不是难死了 任何一个发门都不难 所以这个经上讲的是根本的问题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不要紧张 顾无中了 正是无神之唯一一入手方法 唯一的没有第二个 只有这个方法 八万四千法门 无论是哪一个新门 都是要统统放下 才能够整得无尊法人 这些话说起来容易 真正去做 太难 太难 我很想放下 那个很想就是一个妄念 你想这个妄念能不能断妄念 断不了妄念了 很想也不行 也无可奈活 我们实在是很幸运 幸亏遇到阿弥陀佛 念头一转 转念阿弥陀佛就行了 念到西方极乐世界 古得常讲的了 但得见阿弥陀 虎丑不开悟 那个开悟就是无无尊法人 见到阿弥陀佛了 要正无尊法人 一切放下了就不难了 没有见到阿弥陀佛之前 很难很难 这就是说明为什么 自古至今 许多修般若的人到最后都念佛 求生进度 我们在前面小桌上面看到 包括马鸣菩萨 龙树菩萨 在中国想智者用名 都市修般若的最后都念佛 求生进度 这些大菩萨真了不起 通宗通教 你说禅 他大吃大悟 教他大开圆解 迷他三迷相应 为什么还要念佛求生进度 我们细细去想想 念佛求生进度 是一个究竟法 是一个大圆满法 他要使其这个法门 纵然他得无尊法人 再要修到佛的果位 要费很长的时间 要经历十十多多的难关 到西方极乐世界 他所需求的立刻就得到 这个是说明西方世界的殊胜之处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启小铃铛 请不启小铃铛 所以我们的观点 所谓愿以慈功的庄严佛镜头事业 前面 也在告诉我们要离向 回向是个离向的善巧方便 也就是说是一个很好的巧妙方法 因为我们都着向 我们修的功德都着向 佛教我们回向 所修的功德我都不要 统统送给大家 我的功德不要都送给大家 理向不着向 回向是这个意思 大经上佛说过 叫给我们回向三处 第一呢 回向五体 也就是说我们修佛 什么都求 知求智慧 薄弱就是智慧 唯有智慧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智慧是究竟圆满 不但我们现前生活上的问题 他能解决一切问题 生死轮回的问题 他能解决 正无生法人 他能解决 成圆满佛果 他也能解决 所以佛教我们求这个 不可以求别的 因此 世尊说法四十九年 说般若智慧 几乎用了一半的时间 二十二年 三种回向里面 就要跟我们回向菩提 有道理 第二呢 回向众生 因为 因为你所修的 里头有福有慧 这前面讲过 有福有慧 慧是自己要求的 福给众生去想 这个好啊 福不要自己想 这人一想福啊 就会想得迷惑颠倒啊 那个福报就像酒一样啊 一想如醉如痴啊 那个麻烦就大了 那个麻烦就大了 那个麻烦就非常非常大了 所以佛菩萨摩罗汉 真的经常讲 他们有无量福德 他为什么不想呢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还三一一波 天天落外就脱波呢 他为什么不想福呢 佛的佛报 天上人间 没有能跟他相比的 他天天还脱波 这岂不是把回向众生做给我们看呢 他说的话不是假话 没有骗我们的 佛是确确实实 把这个佛报 给我们一切众生共享 分给我们想 分给我们想 这当中 最深的意思 示范给我们看 我们今天讲说 物质的享受 决定不是一个好事情 物欲 能叫你产生欲望 能够把你贪嗔痴 勾引出来 这个物质欲望 这个物质欲望 在外面诱惑 把你里面的贪嗔痴勾勾出来 那个事情就麻烦 那事情就麻烦了 决定叫你堕落 所以 这是很可怕的一种事情 释迦牟尼佛在世 释迦牟尼佛在世 从来没有建一个道场 我们看看《大战经》 看看这个原始的佛教 世尊的生活方式 日中一时 树下一宿 这个景 是在奇述及孤独演讲的 这个道场 他不是佛的 是结孤独当者的 是结孤独当者的 佛到这个地方 供养佛 请佛住在这个地方讲经说法 给佛 佛的弟子们使用 餐权 是结孤独当者的 结孤独当者 没有把这个地方 送给释迦牟尼佛了 没有啊 你们注意想想 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出家了 如果再送他一个家 他不又回家了吗 大错特错了 他就回家去了 他又有了一个家了 哪有这种道理呢 这个我们要想的 这个我们要想的 佛教传到中国来 我们国家 进了不少道场 你看到有很多古的这个思念 那个 那个 饼隔上提的吃劲 就是国家建的 也有少数 是地方上 掌者们 他们建的 他们在地方上 有声望 有财富 有地位 干佛之恩 建得到这 离情法司 到这边来 住持洪法立森 等于说 好像他们建学校啊 他们是董事会 管理这个地方的 情法司 就是聘情教员 聘情一个校长啊 到这个地方来办学啊 产权 是他们的 所以从前出家人很好 对这个寺庙的一些 杂物事情 不管 你们 这个 这个 所有权的人 你们来管 哪个地方破损呢 你们去修理 出家人 不操这些 一直到晚间 这佛教便知了 出家人 有道场 有家了 出了一个小家了 入了一个大家了 所以说实在话 我最近 我最近 大概有四个人找我 想出家 我都拒绝了 为什么呢 我不害你啊 你在家修行 好修行 因为你家小啊 你出家这个大家不好修行 人中太多 相处很困难 烦恼很多啊 意见很多啊 这个要知道 所以你肯定仔细观察 我们这个时代 在家人修行 成就 比出家人高 在家人修行的人 成就的人数 比出家人多 是 黄念族修寺 过去讲经说了个笑话 实际上是真的 释迦摩尼佛 当年在世 大众在一起 聚会的时候 排班 排这个座位 出家了 比丘排第一了 比丘尼排在第二 在家的优婆色排第三 优婆尼排第四 在家女众最后排第四 现在这个时代颠倒了 在家女众排第一 你看看这个道场在家女众最多 在家男众排第二 出家女众排第三 出家男众排最后 末法整个颠倒了 他说这个时代讲的不是笑话 这真的是事实 论发心 论修行 论成就 也是这四个顺序 这个事实 我们不可以不知道 如果大家真的明白了 真的搞清楚了 你就不会想出家了 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念佛修行 一定要成就 出家相当不容易 出家要吃人不能吃的苦头 要忍人不能忍的那些警戒 很不是个容易 很不是个容易事情 如果论鸿法立生 在家不输个出家 你看我们这个道场 你看我们这个道场 居士林 这在家的 居士林 我看看他们董事会里面的董事 没有出家人 都是在家人 从他们的领长到他们的理事都是在家人 在家人做佛教事业洪阿利森 成就相当绘画 我们在许许多多地区 国家都曾经看到 在台湾 像过去台中 黎明南老居士 现在的加拿大 冯公夏老居士 那么在泰国都有很了不起的在家的大德 在家的菩萨主持佛法 所以不要误会认为修行一定要出家 出家才能成就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那么也有人问 你既然这样说法 你为什么要出了家呢 我就跟他讲 我没有出家 我没有家了 我没有家出什么家 我没有家 在台湾 我一个人 没有家 我很喜欢这个衣服 穿起来很舒服 是 很自在 是 那么这是讲到这个回向 回向众生 这个道理非常之深 非常之广 第三个回向 回向实际 实际 实际就是真如本性 我们要真的 俗修的一切功德 回向这三处 这个回向 回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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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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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要 我们所求的明信 借信 而已 那就对 这个样子 你这个身心世界 自然 就放下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我们下期待 树之中饮 佛经厨 这个金字 最小剑 土云或境 有心境而 继续心境 所以庄严不能着相 若幸取向 便不清境 这句话说得非常非常好 我们天天在念庄严佛经图 有没有一次庄严过呢 可能念了一生 从来没有一次相应过 这个真的很冤枉 为什么不相应呢 根本没有把这个意思搞清楚 还以为真的天天在做庄严佛经图的事情 哪里知道从来没有做过一次 今天我们晓得了 要用清净心 心境在途径 心里都很着想 你什么庄严 嘴皮上的庄严 实际上与庄严根本不相干 这才晓得清净心是如何的重要 清净心是真心 所以一切实一切严远之中 一切静远之中 这一切物质环境 寻言是人式环境 在这个里面去修 修清净心 怎样修清净心呢? 修不着相 不着相 心就清净 不着相 才真正庄严佛净土 那个庄严佛净土 几个字不要念了 真的庄严 我们天天念 也没庄严过 人家不念的庄严了 我们天天念的 没法子庄严 与庄严都不相干 是明 明起非断灭下 他是真的在行 真的在做 不失持戒忍辱 禅定般若 真修啊 真干啊 时时刻刻 没有间断地在做 这六大纲里 六个原则 无论在任何一种事情 每一种事情 都具足着六个杆 就像是尊前面所实现的 穿衣 穿衣里面 六个杆领具足 吃饭 吃饭的时候 这个六个杆领也具足 所以人家穿衣是修六波罗米 吃饭也是修六波罗米 迎宾送客 家里有客人来接待 客人走了什么 通通都是六波罗米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那个生活叫菩萨心啊 菩萨的生活啊 我们在生活上 分别执着齐心动念 那就是六道凡复的生活 所以 虽然 生生世世修福 依旧不能处理六道轮回 原因在此地 今天我们把原因找到了 明白了 只要把这个原因消除 我们就处理三界了 永途轮回了 所以 不住相也不能断灭相 不断灭相就是做 认真去做 虽然做 心中如无其事 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这样做呢 与金刚经的修设宗旨就相应了 也就是 无助身心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云或降伏其心》 这个意思是 怎样降伏这些妄念 《净土宗》的方法呢 实在讲 比《金刚经》简单 《金刚经》讲了这么多 我们还是抓不到要理 还是没有法子下手 尽忠说 《云或降伏其心》 《南无阿弥陀佛》 这就解决了 《云或降伏其心》 《南无阿弥陀佛》 那个心住在阿弥陀佛上就行了 你看 一句阿弥陀佛 把《金刚经》就解答完了 这问题都解决了 你才晓得 尽忠不可思议啊 所以 般若要离开净土 决定得不到究竟 就跟华言一样 华言到最后 要不是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 倒归俱落 华言不能圆满 所以 尽忠是真正的大愿望 所以 尽忠是真正的大愿望 真正是究竟的境界 究竟的国位 必须这两个字 非常肯定 一定要用《智词》名号 用这个方法 把妄想念掉 宗门里头有说 禅宗里面讲 不怕念起 只怕觉知 禅宗用的方法 观照 用这个方法 观照是觉 不怕念起 念头起来不怕 一起来 马上就提起佛号 一句阿弥陀佛 把这个念头转过来 不管这个念头是什么念头 善念也好 我念也好 只要念头一起 第二个念头就换成阿弥陀佛了 这叫做功夫 这个叫做念佛 真正念佛人 是这个念法 要转得快 不要叫妄念继续发展 不可以叫妄念继续 要让佛号继续 这个就对了 那么明白这个意思 就可以说 这一步金刚经 句句都是念佛法门 注意从这个礼上仔细去观察 你能够体会到 体会到古人所讲的 般若跟净土有密切关系 他那个密切到什么程度 究竟是什么跟密切关系 你就多明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一清淨佛徒就清淨了 诸位一定要晓得往生是怎样往生的 如果达不到这个境界 所以念佛不能往生 这个不可以不晓得 特别是念佛求成净土的 即使你念到新清淨 往生就得到了 有人念一辈子佛 心不清淨 所以他不能往生 有人在临终的时候 一念深念了 心清淨 他就往生 有些人听到这个说法 心里很不平 太不公平了 那个人念了几十年 不能往生 他才在念几句就往生了 很不服气 他不晓得这个道理 往生是要心清淨 一念相应 一念深的 一念这个佛号 心是真的清淨 那一念就深了 我们往生的 那个关键的时刻 就是灵终最后那一口气 那一口气 那一句阿弥陀佛 心果然清净 没有牵挂 没有分别 没有支柱 所以 所以 《车中经粮》里面说了 车中经粮文字比较深一点 以后有人改写了 写得很浅 叫车中虚致 教给我们 人在灵终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帮助他 让他往生 念了一辈子佛了 灵终要遇到善知识 但是能够帮助他 往生不成问题 最怕的遇不到善知识 家庆眷属在旁边 这个快 这个也舍不得 那个又舍不得 这个有一把眼泪 那个一把鼻涕 完了 这他还能往生吗 他心情不清净了 那就坏了 自己修学的功夫不到家 这个外头的语言呢 那就是真的 主宰你的命运 外语言一定要殊胜 这个车中学制里都说了 最好家庆眷属了隔离 世间人看不经人情 家里人都不能送终 是不经人情 他能往生 因为家人他有感情 他到那个时候忍不住 一流眼泪又悲哀 那这真就完了 他本来心亲近的一下就乱掉了 你说这个 那叫冤家对头 本来他亏往生 又把他抓到 抓到六道里边来了 这还叫孝顺 你说这简直叫颠倒 家庆眷属一定要明了 要通达了这个道理 那个时候 一丝毫悲哀的念头不可以有 一心一意 帮助他往生 这个才是正确的 实在讲 多数念佛人 不能往生 都是被这个冤亲带主害了 本来都是可以去的 林总给他又哭又闹 把他搞得一塌糊涂 心搞乱掉 所谓是 不是冤家不举头 真的是 你想修行 你想走 你就是把你拉回来 这个太可怕了 非常非常可怕 我们明白这些事情 平常要提高警觉 要预先防止 当然 最好的办法 是自己有功夫 像我在前面跟主委报告的 我们看到 过去台南将军乡 老太太往生站着走的 他没有告诉家人 我又给你讲的 大概十年前的样子 旧金山一个老太太 坐着走的 还把儿子孙子的校服都做好了 还留了遗嘱 没有跟家人讲 这个都是聪明啊 他一讲的时候 他又哭又闹啊 那就不能走了 就不能往生了 这个是有智慧 聪明 不告诉家人 走了以后 他们发现 那不该死 怎么哭 怎么闹 也不相干了 他已经到极乐世界去了 心间 在头间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频道 五二三七行 末后两句是总结 把修行总纲领 总原则传授给我们了 这个六成四身相为错法 包括我们现代人所说的物质的享受与精神享受 两种都包括在其中 问题关键在那个住 住就是分别执着 实在讲享受不爱死 没有问题 关键就在分别执着 业佣分别执着 前面讲的四项具足 四项具足也就是说 你烦恼具足了 你还能处得了轮回吗 麻烦就来了 物质 精神上的生活 一定要遵守佛的教计 知足常诺 我们这一身的佛报 我们这一身的佛报 全身修理 佛报如果很大 很多 自己受用足够 分享别人 这个好事情 符合有菩萨精神 其实我们不失得少 这一身生活过得比较苦 知足常诺 我们不需求物质的享受 那你也很自在 心清静 在生活上一定要保持身心清静 这种生活就是正常的 追求物质的享受 那是不正常的 那是大错太错 佛这个教给我们 我们要求清静心 我们要求智慧 我们要求神进度 这个世间如梦幻泡影 生活得过且过就好 随意云都实 随意云好 一切都随身 复归随身复归 平静随身平静 就对了 你在菩萨道 菩萨行里面就没有障碍 怕的是攀缘 不肯随眼 不肯随眼的人造无量的罪业 能不能改善他的生活呢 不能 因为一个人 因为一个人一生 他有命运 一银一桌 莫非前定 命里头没有 怎么求也求不到 命里头有的不求他也来 胡鼻要求他呢 这个就是了凡思讯讲的透彻 我们这次从台湾带来有了凡思讯的一套洛言台 静言药相名 现在静中学会的同仁 他们发心把他做成洗地片 做成一万套 大概我们讲经完了之后 有一个夫妻 有七天 夫妻圆满 这个带着洗地葵做好 每一个同修都送一套 一定要多听 你才知道 真正搞明白搞清楚了 那个习求的念头就没有了 一银一桌莫非前定 我们的心就定了 佛法上修学 真点 障碍不能完全去掉 一大半可以去掉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千言万语 至顶尽解血处 一曲甚深 一般同修们都知道 禅宗六族会订队 过去在五五族会议下 五族跟他讲金刚经的 就是讲到这个地方 他开吾了 大车大物 后面就不要讲了 一物是一切物 不但金刚经的意思 他明白了 大剥热的意思 他也明白了 乃至于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 不但出世间法 世间法没有一样不同道 没有一样不明了 他像老师就是五族任和尚 提出他的心得报告 虽然言语不多 忍大四听了之后 点点头给他印证 证明确实是明心解血 我们知道六族能大四 没有读过书 用现代的话来说 他是一个做粗货之人 没出家之前 看财 卖财 度日 那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 在古时候那个时代 我们一般家庭 我们一般家庭燃料都是柴火 所以烧这个大灶都是要用柴火 那么有些人 穷苦之人在山上看柴 挑到城市里面去卖 相当苦的工作 他没有读过书 那么到五族的道场 五族的徒众很多 刚刚刚到那边去 他确实发心想出家 出家要具备出家的条件 又出家的环境 人大师徒众学生那么多 会能去了 当然不能例外 也正按照顺序排班 他排到最后一名 这个道场老法师徒弟 几百人几千人 他排在幕后 所以他并没有剃头 没有剃头 先派到草房里面去做工 草房就是厨房里面的工作 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任何上的道场 差不多有两三千人 两三千人吃饭 米要冲 柴火要有人去砍 要有人辟柴 所以他分配在草房里面 做冲米辟柴火的工作 做得苦行 别人看到好像是到寺庙里做苦工 我们现在是做义工了 做苦工 其实他在那个地方修戒定会 修六波罗密 他是真修 他的语言分跟金刚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深 最初他一位卖柴 听到一个客人念金刚经 他在这个窗外听得很欢喜 就问这个客人呢 你念的是什么 客人就叫他 那客人对他很尊重 虽然他是一个卖柴的人 但是从他这个谈吐问答了 直到他有相当的智慧 所以就告诉他了 六足人和尚在黄梅传法 你要对金刚经有兴趣 听得有心得呢 可以到那个地方去参访 这个才到这个黄梅 那么在工作八个月 老法子年龄太大了 要传法了 传法也有条件 必须真正开悟了 这法才可以传 没有开悟呢 纵然跟老法子时间再久 也没有法子得法 老法子传法是相当的民主 公告给全司这些信徒 无论是出家在家都可以 要大家做一首祭祀 乘给老后人看 老后人看看 他的见解有没有开悟 如果开悟呢 这个祖位就传给他 忍法司是第五代 传到下面 这就是第六代 这一波就传给他了 这个一波是释迦摩尼佛自己用的 一代一代传下来 一波就是证据 得到这个一波的 这就是一代的祖司 所以师尊灭渡之后 这个一波就交给加塞尊者 一代一代相传呢 传到第28代 就是大摩 大摩到中国来了 把佛的一波也带到中国来了 所以大摩在印度是第28代 在中国呢 在中国呢算是第一代 中国的粗族 代代相传 传到第五代任何上 这个故事我们不必多说 诸位都相当熟悉 从这一首《经》 在这一首《经》 就是这一段经文当中撤过了 六族将一波传给他 他是居士 没有出嫁 一波就传给他了 那么由此可知 传一波不一定要出嫁的 问题是你有没有明心见性啊 这个重要啊 剃头不剃头不重要啊 这是我们从这看到很明显的这段事情 所以诸位现在有很多想发现出嫁了 你听听这个故事 你就晓得那个形式不重要 最重要是真的 你是不是真的开悟了 为什么会能会开悟 神秀没开悟 神秀跟任大司十几年 在那个道场里面 他算是上手和上啊 常常代替老法师讲经说法 有能力代替老法师讲经说法 他还得不到一波 原因在什么地方 诸位听了这二十几天的金刚经啊 应该明了啊 他还有分别还有执着 金刚经就是叫我们力分别执着的 神秀还是有分别还是有执着 你看他做的那手机 神秀是菩提树 神秀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神秀是情佛事 物是也尘埃 你们想想他有没有分别 有没有执着 就是因为有分别有执着 不能接近 慧能大司高明初 就是他没有分别之处 我们学佛要在这个地方留意 这一段经文 柱子里都说了 是不仅是前面这一击 这一小段 可以说是自从金刚经 我们开始一直讲到这个地方 这一段算是一个总结 千言万语 《地云经戒血处》 《地云经戒血》是比喻 关键的所在 世间人常说 画龙点睛 取这个意思 所以意思很深很深 不少人 以这两句作为日常生活当中 观照的依据 应无所诸而生其心 实在说 金刚经上任何两句四句都可以作为观照的功夫 不一定是这两句 但这两句的确是好 用这两句观照的非常非常多 关键呢 关键呢 就是你能不能提得起这个功夫 禅家常说 不怕念起 只怕觉知 那个觉就是观照 念是妄念 往往往我们妄念起来 一个接一个一个 妄念止不住啊 这个经文虽然常常念 到那个时候妄掉了 把经文妄掉了 妄念继续不断起 这个就叫功夫不得力 观照妖精 前面我们讲过 要静念相机 静念相机 本来是大师之菩萨所说的 菩萨所讲的都是六根经念相机 跟金刚经这两句话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可以讲 都是整个佛法修持的总杠理 不能够局限 这两句话一定是用在薄弱 用在禅宗的 其他的用不上 你就错了 大师之菩萨 都摄六根经念相机 也不局限在念佛 参禅学教念咒 统统用得上 关键是要 观照要相机 不能断 一断了 一断妄念就起来了 哇 念起来 那就是搞六道轮回 由此可知 用功是功夫决定 不能间断 要把自己分别妄想职责 统统统 通通大调 金刚经也开断了 降服其心 这两句话很好 静界现行 想到佛教跟我们应无所助 无所助 就是没有分别 没有知足 无论 无论什么境界 顺境也好 逆境也好 所有一切境界现行 都不要分别 都不要执着 这个就是因无所助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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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无所助的意思 出家修行人 得禅定 得智慧 得正果 前面说过了 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乃至于 释迦牟尼佛在燃灯佛所 得八地菩萨的果位 人家不知足 心里面干干净净 得如不得 这是讲修行的 无论在果位 无论在法门上 都是这个态度 心地永远保持清净 世间法里面 譬如你们 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们得财富 得荣誉了 世间上得地位了 你学了精干经 得无所得 你的心是平静的 没有得就没有实 得的时候欢喜 欢喜是烦恼啊 心要平静才好 欢喜心动了 丢掉的时候 哎呀 觉也睡不着 苦得不得了啊 又生烦恼 你看 得也是烦恼 食也是烦恼 你看 那个多苦啊 那个都叫搞轮回夜 佛教给我们 我们要过正常的生活 过佛菩萨的生活 佛菩萨在所有境界里都不动心 没有得也没有实 没有生也没有灭 这是何等的自在啊 这就叫做观照 我们要把这个观念转过来 念念不能失掉 一失掉 麻烦就来了 烦恼就起来了 业障就现前了 不可以失掉 念念呢 都用这个功夫 那叫会以用功 叫会以用功 释迦牟尼佛在本经页开端 做衣吃博 入社为大臣其事 这一段经文呢 就是穿衣吃饭 每一天上班工作 就这个意思啊 佛的工作就是出去脱博嘛 就这个他上班工作吧 我们穿衣吃饭 所有一切工作 全用观照功夫 穿衣不做穿衣的相 吃饭不执着吃饭的相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一切都随缘呢 那就自在 这个就是应无所助 而身其心呢 那是很庄严 很慎重 认真去做 一点都不马虎 穿衣 意识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 不会是很凌乱 让人家看到其恭敬心 吃饭也有胃移 也要吃得很规矩 我们现在常讲的 你能够保持 讲求卫生 保持身心的健康 要少吃 我们通常讲的 吃饭最好是能够吃 七分饱就够了 狼腾虎咽 那个相也不好看 也不胃身 吃了一身的病来了 吃饭有吃饭的规矩 现在不太讲究了 从前我们中国人呢 吃饭规矩很大 注意啊 都理计啊 就知道 连这个菜怎么摆 都有规矩的 都不能摆乱的 菜呢 他也按阴阳五行来摆 这个很麻烦的事情啊 你摆错了的时候 人家会笑话你的 你都没有学问 没念过书的 现在不讲究这些了 所以从前说 一举一动啊 都有规矩 二身齐心是摄政 换一句话说 佛菩萨 一举一动 都给我们世界人们做榜样 做好的榜样 我们既然发心学佛了 那就要学佛菩萨的生活 学佛菩萨怎样 过日子 也要给一切众生做好样子 在家庭 在家庭是一家人的好榜样 在社会是给一切众生做好榜样 这叫做佛法了 这叫做佛法了 学佛了 就是把我们重新 在家庭里面 那个凡复的生活 六道轮回的思想 把它抛弃掉 我们过佛菩萨的生活 我们以大菩萨的思想 自行化他 自读读他 这样学佛才能得真实的受用 才能得真实的好处 所以学佛 你看金刚经自识之中 后面 我们才讲到四分之一 后面还有四分之三 越往后面 越精彩 要紧的意思都在后面 所以金刚经不太好讲 男的精彩地在后面 前面要都讲出来 到后头没得讲 所以前面呢 含含糊糊地 越到后面越清楚 这个就是讲的时候 比较困难一点 我们因为听众同学们 不一定能够从头听到尾 有时候今天来了 明天他不能来 前半部他在听了 后半部他没有缘分 因此后面重要的 往往我们也提出来讲几句 虽然不能讲得很多 但是多透一点消息 使我们真正能够得到好处 知道啊怎么修行 真正发心修行 金刚经是叫我们从根本修 根本是什么 心地啊 心要真正 心要真正 心要清净 心要慈悲 应无所住就是清净 行与布施就是大慈大悲 不施 不施涵盖一切法 行与布施实在讲 就是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这就是经文上行与布施 这就是经文上行与布施的意思 不施涵盖一切法 这就是说明 行与布施 日常生活 布施是始 是方向 日常生活当中 样样放得下 样样看得破 这就叫行与布施 行与布施 是这个意思 行与布施实在讲 就是说做一个好的榜样 给世界人看 让世界人看到之后啊 身谢目之星 身两目之星啊 他来学佛 所以佛法是思道 思道过去 中国跟印度 这是相同的 都是很尊重的 尊私的重道 指问来学 慰问网教啊 你看看大藏经 整个佛法 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拉星图 没有啊 不但释迦牟尼佛没有拉星图啊 释迦牟尼佛的学生 有没有一个人在为他拉星图 也没有啊 宗教里面有拉星图的 教育里面没有拉星图的 学生怎么来呢 自己来的 来求学啊 学是要求的 你自己要来求啊 哪有学生 哪有老师去找你 哪有学生 哪有这个道理的 那么 这些人 怎么会知道 释迦牟尼佛有这样好的教导 我们应当去跟他学 方法很多 这些方法呢 学生 这佛的弟子们 做学生呢 一定要把老师的道德学问 要向外头宣扬 宣扬的目的 不是要人对老师恭敬 不是要人对老师供养 不是这个 宣扬让大家知道 真正发心想求学的 想得哪个地方 某一个人叫得好 这样 所以 学生呢 有义务去宣扬 但是 不可以 拉人 用什么方法去宣扬呢 这方法也很巧妙 就是自己修持 你修得好 人家也问 你从哪里修来的 我的老师 什么 这样介绍的 并不劝他人 他要真发心呢 他自己就去了吧 所以是自己认真修行 老师怎么教 我就怎么怎么做 这个方法了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学了佛了 皈依三宝了 或者是受了五界菩萨界了 你要做得很像样啊 让你的邻居 亲戚朋友 看到你 对你起恭敬心呢 你怎么会这么好 头一个 让人家有个观念 你的日子怎么过得这么快乐 你怎么会这么幸福 我修佛了 学佛就会幸福 学佛就会快乐 学佛就会身体健康啊 学佛就会相貌圆满啊 这很吸引人这样 用这种方法 宣传佛教啊 用这种方法呢 替佛招僧啊 所以不确认的 用这实际的行动 用这个方法 那么在言语里面呢 就是赞叹 像我们今天这叶开金呢 我们要唱个录像赞 这些赞是赞佛的 是不是要拿这个来供养佛呢 错了 这个赞呢 就是赵僧的 赞叹佛的智慧 赞叹佛的德能 赞叹佛的慈悲 让别人听 听到之后 哦 佛这么好啊 我们应该去亲近的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赞呢 要唱得庄严 要唱得很稳重 要唱得自正强远 让人家听起来 听得很清楚 如果唱的时候 这是不晓得这个 这个里面的用意 跟着这个音调谱啊 跟着这个音调谱啊 唱的时候 字句都分不开 那这个效果就没有了 听到你啊 呀呀呜呜呜的高半天 不晓得就差些什么 一个字也没听清楚 那这个效果啊 就完全失掉了 所以他这个赞啊 也是用意啊 都是使那些没有学佛的人 听到之后 哦 佛有这样大的智慧啊 这么好的学问 使他感动啊 他来亲近 所以佛门里头 招生呢 有他一套方法 一套方法 这个就是不学众生 这个就是大慈大悲的方便法门 所以我们必须要想得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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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一切无助 最后更就菩萨修六度时 与壮严佛土亦无所助 我们先看这一段 这是交代得很清楚 应无所助 应无所助而生其心的八个字 总结 经文一开头到此地 这是一个总结 说明一切无助 说明一切无助 今一开端 虚佛提尊者问了三个问题 这个我们必须要记住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是 善男子善女人 发菩提心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应云和珠 发了菩提心之后 那个心要安安住在哪里 第三个问题 云和降伏其心 降伏其心 我们的妄想心太多 妄念太多 妄念要怎样把它扶住 问了这三个问题 问了这三个问题 佛的回答 都是在无助 首先 讲这个发心 佛教给我们 心量要大了 这一点 诸位要想得 佛菩萨 不一定是出家人 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 只有比丘比丘尼 沙米沙米尼 这个一定是出家人 佛菩萨不一定是出家人 在家菩萨 在家佛 佛经里面 唯一摩居思 就是在家佛 在家的菩萨太多太多了 你们念《无量寿经》 邪乎等十六正司 是在家菩萨 十六个人 而且都是等居菩萨 他们的地位 跟文殊普行 跟地藏菩萨 观音菩萨 完全平等 一定要搞清楚 在家可以做菩萨 实在家呢 你学了佛了 学了佛 就应该做菩萨 什么叫做菩萨 过佛菩萨的日子 过佛菩萨的生活 就是菩萨了 有什么不一样吗 佛菩萨的生活 跟我们的生活 有什么不一样吗 从表面上看 没有两样 我们穿衣吃饭 佛菩萨也穿衣吃饭 我们每天工作 他也每天工作 我们饮病皆可 他也不例外 哪有两样呢 不一样的地方啊 我们有分别有知足 他没有分别没有知足 他无所住啊 我们是有所住啊 他生的心好大好大 我们生的心好小啊 就这一点不相同 我们所生心 得利益自己 利益我家庭 利益我这个团体 我们这个心量很小 佛菩萨生的心啊 利益很大 利益净虚空便法界 一切众生 就差别在这里了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穿衣为自己 吃饭也为自己 佛菩萨穿衣为尽虚空便法界一切众生 佛菩萨吃饭也为尽虚空便法界一切众生 那怎么会一样呢 这个话怎么讲呢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呢 活在这个世界呢 为自己活的啊 自己寿命看得好重好重啊 佛菩萨不是佛菩萨 我这个身体在世界 是为一切众生呢 做好榜样的 为一切众生做个好样子 他不为自己 所以他 穿衣也不为自己 吃饭也不为自己 但是这也就是阴无所住 而生其心 我们要续恶在这里 佛法的好处 不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不改变你的工作行业 就在你现前生活方式 你的生活很富裕 你就做很富裕人的样子 给天下富裕人做个好样子 你这个生活很辛苦 你就给一切清苦人做个好样子 全都是佛 都是菩萨 在你工作 在你行业当中 你给你同行做一个好榜样 人家做这个事业为自己 为自己一个集团 菩萨的心灵为静虚空 你不要发现 他心量不一样 心量广大 心地清净 心量广大 心地清净 心地慈悲 所以他的身心健康 他就自在快乐幸福 道理在此地 事实也在此地 所以佛教给我们应生无所住心 所以这无住是金刚经修学的宗旨 贯穿整个经典 贯穿着全部经典 金刚经既然是大般若的纲要 那么由此可知 无住也是世尊二十二年 所设《般若经》的中心 这两个字 释迦牟尼佛 何必要受伤二十二年 实在讲 不要嫌二十二年多 我们感觉到二十二年太少了 二百二十年都不多 为什么呢 佛这样苦口婆心地说 我们还不肯做 处处还是要着相 还是要住 那能说佛二十二年说太多了吗 假如我们一天就照做了 那佛就省事 不必那样辛苦 不必说那么久 这个就说明佛说法 因机而出 这苦口婆心呢 一切无度 要记住这个原则 最后根据菩萨修六度时 这个六度就是菩萨的生活 六波罗蜜都在生活当中 在生活里头 点点滴滴都是六波罗蜜 比如我们就讲传语吃饭 我们说吃饭好了 吃饭怎么是六波罗蜜呢 吃饭是不食 不食是什么意思呢 不食是血 放下了 吃饭的时候不要执着 饭菜的好坏 不要去挑剔 这就是不食 好吃也很好 不好吃也很好 多好啊 这就是你修不食啊 一定要讲究怎么样 不食就没有了 你的高分别执着了 所以你想想看 吃饭是不是不食波罗蜜呢 再细说这个里头 才法无为不食 通通具足 就在这一口饭呢 夹着一炷菜呀 圆圆满满呢 你以为不食波罗蜜到哪里去习吧 吃饭就是吃戒波罗蜜 吃戒是守规矩 吃的时候规矩矩矩 餐具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 吃饭的时候短坐 那么这些都是属于圣规矩 圣规矩 就是持戒波罗蜜 吃饭要有耐心慢慢地吃 细嚼慢咽呢 这是忍如波罗蜜 那不可以狼吞苦咽呢 那就没有忍如了 那不可以狼吞苦咽呢 那就没有忍如了 少吃这个油炸的东西 多吃一些清淡的 你这个肠胃吸收养分 没有障碍 这属于精进波罗蜜 我们吃饭的时候 规规矩矩矩吃饭 不为外面境界 所干扰 保持着心的清净 专心在用餐 铲定波罗蜜 吃的色香味 甜是甜的 辣是辣的 也不是说一切都不分了 不分了人就麻木了 分得清清素素的 不如波罗蜜 你们想想看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 统统居足六波罗蜜 这六波罗蜜到哪里行啊 穿衣吃饭 工作厨师待人介屋 哪一样里头 不居足圆满的六波罗蜜 居足圆满的六波罗蜜 你就过的是菩萨的生活 就不是凡夫 凡夫一餐饭吃完之后 他什么都不知道 迷惑颠倒 不一样就在这里 学佛跟没有学佛之前不一样 就在这里 这叫真正学佛 学佛的成绩 我也讲的很多啊 成绩在哪里啊 成绩在你容貌上 在你日常生活一举一动上 知道你有没有功夫 你有没有的利益 这个不能瞒人啊 刚才我说了 身心健康 容貌圆满 这是你修修的成绩啊 你看哪一尊佛胡萨 那个面孔是苦哈哈的 没有啊 俄罗汉 虽然没有明心见心 还有分别执着 俄罗汉的相貌很奇怪 底下那个吴伯罗汉 你们就看看 但是你仔细观察 他的容貌是健康的 是长寿的 是健康的 容貌古怪 他不是病态 他没有病容啊 菩萨鸣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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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 他的容貌如满月 满月的意思 一丝毫欠缺都没有 允鸣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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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有受用 我们自己要是得不到受用 我们前面曾经说过 如果不是理论上有错误 就是方法上有错误 理论方法上如果没有错误 修行一定的殊胜的果报 一定的很好的受用 这是讲啊 菩萨修六度时 就是菩萨的日常生活 庄严佛土 庄严佛土 这个里头我们前面读过 最重要的报复恩 我们在一生当中能够得到这样的幸福 这是真实的幸福啊 真正的圆满啊 佛菩萨告诉我们的 如果没有佛菩萨的教诲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怎么会得到 佛菩萨的本德就太大了 我们报恩 唯一就是庄严佛菩萨 这是前面说过了 用什么庄严呢 香花庄严 那是假的 前面说过了 真正的庄严 心的清净 清净心啊 心净则佛土性啊 佛菩萨叫我们庄严佛净土 不是别的 清净心 叫我们修清净心 我们的心清净啊 真正庄严佛净土 行事上的庄严 表发的 这种庄严 基于淫众生 道场布置的佛林堂皇 让人家一看 就深欢喜心 很欢喜地走进来 这是借淫大众 真实的庄严 是在清净心 这个要知道 如果只注重于表面 心地不清净 这个没有感应 没有感应 说是得不到真正的受药 得不到真正的受药 换一句话说 你还是有烦恼 你还是有妄想 还是有忧虑牵挂 依旧过六道轮回的生活 那你就得不到受药 得真实受药 过佛菩萨的生活 诸位想想 过佛菩萨的生活 岂不就超越六道轮回了 这是佛法 这是真正的大乘佛法 这是真正的大乘佛法 庄严佛菩萨 虽然 修六道 虽然庄严佛菩萨 一无所住 心里头还是入无其四 四上要认真 要规规矩矩地做 一点也不糊糊 如法地去做 心地干净 决定不然 保持着清净 因 这就是无住 因为你心不清净 刚才讲了 那庄严是假的 心不清净 六度也是假的 一定要心清净 你所做的不识持戒 任如今进禅定 是真的 他后头那个薄弱 薄弱就是清净心 清净心 生智慧 那个是薄弱 诸位想想看 这是多重要 所以知识至宗 讲无住 就是讲 保持你的清净心 佛心清净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清净心即是本具之性 所谓自信清净心 清者不足 尽者不然 我们常讲清净心 没有把清净心的标准说出来 这个地方说出它的标准 清的标准是什么意思 清的标准在哪里 这个很难得 清不足 足是昏足 像水一样 所以我们供佛 我家里都有佛堂 供佛了 我讲过很多 最重要的要供一杯水 香花没有都没有关系 最要紧的要供一杯水 水表什么呢 表清净心 不是给佛菩萨喝的 你要搞清楚啊 那一杯水是常常提醒我们自己 供在佛菩萨面前 佛心 像水一样 清净 没有污染 也不混浊 而且是平的 水是平的 我们的心要平等 心要清净 取这个意思 像《无量寿经》 经题上 清净 平等觉 水表这个意思 给我们看的 有很多人都搞错了 都以为是我供佛 供养佛的 那就错了 意思全搞错了 还有很多人不懂 供茶 那就错了 茶你看看 不清净的 珠 珠染 它通常都有 珠有染 不可以供茶 要供清水 开水也可以 清水都可以 持清净的意思 比方清净心 清净心就是真心 必须要粘边不住 清净心才能现行 为什么师尊对于无助 这样重视 就是因为你只要有助 你的心就不清净 换一换 你的真心就不能现行 后头好啊 后头佛教给我们呢 把我们的观念 思想转过来啊 这个世间法是一场梦啊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不要当真啊 你就好自在 好快乐了 事情去做 大事也好 小事也好 做了不执着 你看你都快乐 如果你执着 如果你执着 你的事情做得好辛苦啊 做得好累啊 佛菩萨在旁边看了 啊 可怜啊 真可怜啊 可怜明哲啊 是啊 可怜明哲啊 你如果说 做而无作 无作而作 那做得多快乐 那做 认真地做 努力地去做 不休息地去做 心里头干干净净 做无所作 得无所得 那你就快成佛了 佛虽然没有成快乐 就结晶了 这个才叫 真正的幸福 才叫 无量的福德 他诚心 他跟自信相应 跟清静心相应了 这个福报就大了 无由穷尽 精干经上 较量这个福德 有六次的经上 一次比一次殊胜 那就是 一次比一次 放下的多 你放下的越多 心越清静 那个功德就 无量无比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最为无名烦恼成功所障 但能依法修行 清静本性 依然陷阱 我们现在 是被无名烦恼 成功是比喻 就是比喻的无名烦恼 把我们的本性障碍了 也就是我们的清净心 不能先进 我们有妄念 妄念就是不平等 妄念心像波浪一样 起起伏伏的 就妄念 我们有贪嗔痴漫 贪嗔痴漫 是污染 这个年中的障碍 都非常严重 金刚精 专制着年中波浪 使我们的心 恢复清静 恢复平静 平等 清静 依照这个方法 去修学 就行了 这个方法 理上通道了 我们晓得 世上有困难 为什么呢 世上去修 地球 心要狠心 粗心大意的人呢 难 因为不但要管照 威蜜管照 才真的说 像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 吃一口饭 都居足圆满六波罗蜜 几个人知道的 穿个衣 也是圆满六波罗蜜 一举一动 通通居足圆满六波罗蜜 威蜜管照 粗心大意的人 没有法子 没有法子 懂得这个道理 行 我们换一个方法 我们不用精干精上 观照的方法 我们用念佛的方法 不必去理会 这个威蜜的六度行为 我们只用一句阿弥陀佛 代替了 这个方法简单 人人都会做 这一句阿弥陀佛 说实在话 也是圆满六波罗蜜 不需要一样一样去分析 所以一句老实念佛 就行 一起心动念 马上就换成阿弥陀佛 这就成功 这一句阿弥陀佛 不但是六波罗蜜 三学六度 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 通通居足 这是佛法的总纲 欢愿一句话说 所有一切佛法 都在这一句佛号之中 一个不乐 他的功德 功是功夫 修行的功夫 有功夫就有德 德什么呢 清净本性 毅然现行就恢复 这就是德 不能执着德的像 执着德的像 就错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